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此前被英特尔董事会强行退休的前执行长帕特基辛格多次表示,将瞄准2025年的领导地位, 并表示,Panther Lake和Clearwater Forest的Intel 18i制程,自认为等效业界1.8nm的CPU已启动并显示良好健康状态。 英特尔的英特尔18i制程工艺,该节点被称为英特尔代工厂的转折点, 但最近有消息称,英特尔18i良率仅为10%,令市场突围震惊。 由于所有部门的表现都远远低于预期,英特尔很难在行业中取得突破。 特别是,英特尔代工厂IFS作为公司经济复苏核心战略的一部分, 现在正面临市场采用的巨大障碍,主要是由于激烈的竞争和低迷的表现。 据报道,英特尔代工厂备受期待的英特尔18a工艺的良率由于不足10%,因此无法实现量产。 虽然这令人难以置信,但考虑到英特尔最近情况的变化,这可能是残酷的现实。 据称,博通是英特尔代工的主要客户,但该公司对英特尔的英特尔18a工艺并不满意, 其工程师声称该工艺无法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与较低的良率有关。 报道称,博通已取消英特尔的订单,现在正在寻找可行的替代方案。 据称,良率不足和英特尔代工表现不佳,是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被解雇的主要原因之一。 英特尔未能从美国政府获得更大的补贴,这成为解雇基辛格的最后一击。 英特尔代工厂的情况并不乐观,现在看来部门抛售迫在眉睫。 虽然英特尔在当前节点上苦苦挣扎,但竞争对手台积电似乎对其产品感到满意。 尽管节点大小在名称上看起来略有落后,但据说台积电的N2节点2nm工艺远远优于英特尔的Intel 18a, 主要是因为SRAM密度相差过大。 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SRAM密度是决定节点效率和效能的关键。 根据英特尔原来的计划将在2025年量产其最新的Intel 18a制程, 而台积电也将在2025年下半年量产N2节点2nm制程。 这两种制程工艺都将会采用全环绕炸集GAA电晶体架构, 同时Intel 18a还将率先采用背面供电技术。 根据最新曝光的明年2月召开的ISSCC 2025会议的一程显示, 英特尔届时将会以A0.021μm² High Density SRAM in Intel 18a Winfei Technology with Power via Backside Power Delivery为题来进行演讲。 从该标题泄露的讯息来看, Intel 18a的SRAM密度为0.021μm²的高密度SRAM为单元尺寸, 如此一来实现了大约31.8m每平方毫米的SRAM密度, 与Intel 4的0.024μm的高密度SRAM为单元尺寸相比, 这是一个重大改进。 但是,Intel 18a的这个指标也只是与台积电的N3e和N5基本一致, 相比之下,台积电的N2制程将高密度SRAM为单元大小缩小到大约0.0175平方微米, 从而实现38m每平方毫米的SRAM密度, 后者在这方面更加的优秀。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SRAM为单元大小之外, SRAM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它的功耗, 然而现在并不真正知道Intel 18a和台积电N2在这个指标上是如何的, 因此还不宜过早地下结论。 另外,Intel 18a相比之前的Intel 3还拥有两大优势, GAA电晶体和背面供电网络BSPDN。 虽然台积电N2也是基于GAA电晶体架构, 但是其并没有采用BSPDN技术。 简单来说,BSPDN技术不仅有望改善电晶体的功率传输, 从而提高某些设计的效能效率, 而且还使设计人员能够使它们更小, 从而提高逻辑密度。 从这方面来看,Intel 18a如果能量产的话似乎更具优势, 虽然现代晶天设计使用大量SRAM, 并且其密度的高低对于节点到节点的扩展至关重要, 但逻辑密度比HDC SRAM密度更重要。 考虑到现代设计对SRAM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高度依赖, SRAM单元的大小和密度成为了新制造技术的关键特性。 但在现代工艺技术中, 最难缩放的是SRAM密度, 这归一于其设计的复杂性、 稳定性和可靠性的运行要求, 以及在更小节点上增加的变异性。 因此, 某些现代技术相比其他生产节点, 具有更大的SRAM单元尺寸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 逻辑密度难以估算, 因为每种工艺技术都有高密度、 高效能和低功耗的库, 这些库通常会在单个设计中混合使用。 不过, 目前英特尔和台积电均未披露逻辑密度方面的讯息。 不过, 根据英特尔前执行长基辛格的说法, 英特尔18A制程效能表现将领先于台积电N2节点2奈米工艺制程。 从时间进度上来看, 英特尔18A即将在2025年上半年量产。 在今年10月, 英特尔就已经向联想等合作伙伴交付了基于英特尔18A制程的Panther Lake CPU样品。 而台积电似乎也已经向客户交付了基于其N2制程的样品, 但是量产时间可能需要等到2025年下半年。 有分析师认为, 虽然英特尔18A制程与台积电N2制程的电晶体密度似乎差不多, 但英特尔的背面供电技术更加优秀, 这让锡晶片拥有更好的面积效率Area Efficiency, 意味着成本降低, 供电较好则代表表现效能更高。 不错的电晶体密度, 极佳的供电, 让英特尔18A制程, 略领先台积电N2。 此外, 台积电的封装成本也高于英特尔。 但随着关键的英特尔代工倡导者, 前执行长帕特基辛格的离开, 一切都很可能都成了泡影,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PPT大饼。 另外, 英特尔现在很可能会将重点从代工业务转移到制造和产品部门, 这可能意味着英特尔代工的出售或合并交易选项尚未取消。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